港媒曝光中国正在研制 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 有何重大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 中美如何在月球上展开技术竞争 近日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 中国正在为其在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上 开发一个强大的核反应堆 而且这个该反应堆在2019年的时候 已经在中国政府的资助下启动 而且中国所要打造的 这个核反应堆所产生的电力 或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计划2030年前后 安装在月球表面的类似装置的100倍 而且据悉 中国的这个核反应堆计划中的 一台原型机的工程设计已经完成 其中的一些关键部件也已经制造出来 但是却没有透露技术细节和具体发射日期 而对于这个消息 也是当即在网上产生了热议 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这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呢 因为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进步 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通过科学技术的提升 以此来在航天上取得较大的成功与收获 都希望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于是就有很多的国家去月球和火星进行新的探索 而一些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 成功的登上看月球和火星 而且这些国家从月球取回来的土壤样本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得出 月球上不仅仅拥有地球上所有的矿产元素 还有一些地球上没有的元素 而且地球发展了这么多年 从而使得许多的矿产资源也在一天天减少 然而月球作为一块并没有被开发的独特存在 所以许多的国家都将目光对准了月球 都希望能够将月球上面的矿产资源提炼出来 以此来满足本国对资源的大量需求 因此只要是有能力的国家 现今也都将自己的目标放在太空上 而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探索也是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而且此前中国发射的玉兔二号月球车 也是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而且中国的玉兔二号月球车 也打破一项尘封达49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成为人类在月面工作时间最长的月球车 而此前该记录是由前苏联月球车一号保持 月球车一号是世界上第一台无人驾驶月球车 在月面累计工作大概十个月 所以中国在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就使得中国在月球的开发上占据了领先的地位 而且据悉中国的玉兔二号月球车 现在在月球上的状态平稳工作正常 而且也是与三个地面团队指挥团队合作对接 以便可以实现远程操作月球车的行驶和科学探测的进行 并且陆地的科学团队将玉兔二号月球车发回的科学数据进行分析 提出科学探索需求及下一步的探测目标 而计划团队也是根据科学家提出的探测需求制定探测计划 确定巡视器需达到的探测点和探测顺序 从而使得操控团队来编制指令 实施对月球科学的探测 而就是中国在月球探测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就有了想要在太空建立基地的想法 而想要在太空建立基地 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电的问题 而之前人类在太空中使用的电能 主要来自于太阳能电池板 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而这种供电方式是有限制的 就是必须是太阳光照比较强烈的地方才可以使用 所以在太空中将无法做到 10克都能够接收到太阳能 因此采用太阳能发电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且太阳能发电所需要的设备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 并且在发射的成本上也是比较高 所以在太空不能完全依靠太阳能发电 而采用核能发电才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中国才会提出要在太空中打造核反应堆的计划 而中国对于在太空中建立核反应堆的计划 也是早已有所准备的 因为此前中国一直有在进行核电站的小型化技术研究 并且在2020年的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上 中国亮相了玲珑一号小型核反应堆 而且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这个小型核反应堆的高度不超过14米 长宽都不超过10米 单台输出功率为14万匹马力 可以应用在航空母舰等大型船舶上 不过如此体积的核反应堆还是太大了 重量高达数千吨 目前的火箭技术无法发射到太空和月球及火星上 中国打造了玲珑一号小型核反应堆 就是中国正在研制的 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的前身 也是在这个小型核反应堆的基础上 使得中国有更多的经验去打造太空核反应堆 因此玲珑一号小型核反应堆 也可以作为是太空反应堆的雏形 也是在为中国研制 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做铺垫 而对于太空核反应堆的研究 中国可能也不是第一个 此前美国航天局就在这方面做了研究 从而通过努力突破 才研制出了Color Power这种迷你型核反应堆 它的重量在1.4到1.8吨之间 美国宇航局还准备将它发射到火星上 并且一次性装载4台 总重量在5.8到7吨之间 并且采用大型火箭将其发射到太空去 而将美国的Killer Power微型核反应堆 与中国正在研制的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 对比我们就可以得出 美国的Killer Power微型核反应堆使用的是 U-235作为核燃料 输出功率借在1到10千瓦之间 这就比中国正在研制的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 要小得多 而且它的发电功率也小 就和如今卫星等航天器上使用的太阳能面板功率相近 所以美国的Killer Power微型核反应堆 用在无人探测器上或许可以 但是要用于太空基地的建设 那么将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中国正在研制的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 则完全可以给一个小规模的月球和火星基地供电 而且电力十分充足 就在这一点上也是完全碾压美国的Killer Power微型核反应堆 占据着领先的地位 并且中国打造的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 还具有多方面的工业 它所产生的热量只有部分将被用于发电 但是对于核反应堆所产生的多余热量 为了能在太空中迅速消散掉 中国的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 将采用一种类似于雨伞的可折叠结构 来增加散热部分的总表面积 以此来增加散热的速度 提高发电效率 从而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 而且中国在1000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的研制上 掌握了相对较为可靠的热离子转换技术 就是将超热中子对热离子直接转换 而当热离子转换器用于外层空间时 热源可以使用核反应堆内的裂变能 设备体积可以相对小 耐高辐射和散热功能都比较优秀 在功率和持续工作状态上的优势 有利于升空探测和太空设备的长时间工作 从而能够发挥太空核反应堆的最大作用 因此 中国在太空核反应堆技术上取得的如此大的成就 也将会极大的助力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拓展 给中国的太空基地的建设 增添活力和提供最大的技术支持与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一千千瓦微型太空核反应堆的问世 让我们一起事物以待吧